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甘菊溃疡病的相关知识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个视频,了解一下甘菊溃疡病 咱们对于溃疡这个团并不陌生 人患了溃疡,轻则吃药打针,重则是住院治疗 可是甘菊患了溃疡病是怎么回事 患了病的果子,但还能吃吗 来好好了解一下 甘菊溃疡病是甘菊的严重细菌性病害 染病初期,果叶背面出现针孔大小的斑点 最初为黄色,最后变为灰褐色 果实的病斑较大,开率也更为显著 主要通过带病种子、苗木、果实、包装物 甚至风和雨水等进行传播 甘菊溃疡病是甘菊生产商的毁灭性病害 对人体没有直接危害 不过患病甘菊可不能随便吃 自2017年7月起,我是启动了全国首个甘菊飞翼区建设 主要由朱镇万州等19个区线组成的核心区 和由乌山、铜南和五龙三个区线组成的缓冲区构成 同时建立一个甘菊疫情监控应急铺灭中心 一个甘菊危险性有害生物检测鉴定中心 并在全市各个区线设立了50个甘菊飞疫区疫情检查站 大大降低了我是甘菊产业疫情流行的风险 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目前我是甘菊种植面积达到250万亩 年产量上升到110万吨 从现在记者刘春莉里军报道 甘菊溃疡病是一种细菌性的病害 也是国内外植物检疫对象 甘菊感染后就会终身带病 如果条件适宜并且不合理防控 就会大量发病 这是一种比较难防治的甘菊病害 对于甘菊种植户来说 溃疡病无疑是疑难杂症 用尽所谓的特效药 奇效药还是不见好转 大家都知道 甘菊溃疡病要以预防为主 可是有的果源 尽管已经做好了预防措施 但如果遇上连续的阴雨天气 溃疡病还是无法避免 尤其是种植卧干品种的 溃疡病更为严重防不胜防 那么我们该如何施好呢 首先我们一起来认识下这种病害 甘菊溃疡病 主要危害甘菊的汁 烧 叶 以及果实 尤其是嫩叶 发病的叶片会出现油渍的一个光圈 在叶片的正反面出现隆起的海绵状组织 大家看到这个叶片上针头大小的黄色油渍状圆斑了吗 这就是被溃疡病侵染初期的时候柑橘叶片 别看这个时候病斑不多 但是如果不重视任由其发展 很快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正反面隆起 像海绵状一样 再到后来病斑的中部会破裂 木栓化 呈现出灰白色火山口的样子 这个时候如果再不管 可就满树病叶 很快就要掉光光了 果实和枝烧上的溃疡病斑 跟叶片上差不多 但是病斑的木栓化程度更加严重 火山口状开裂更加明显 枝烧的受害以下烧最为严重 严重的时候 它会引起叶片的脱落 枝烧的枯死 生病的柑橘果实 也会出现这样的病斑 病斑一旦出现 就不会再消除 会一直存在 就会直接影响果实的伤品性 您瞧瞧这个果 这就是被柑橘的溃疡病侵害之后 变成这个样子的 本来是干干净净的果面 长出这样的病斑 哪还卖得出去呢 柑橘溃疡病是有一种黄极毛感 去引起的病害 我们都知道细菌会分泌菌脓 菌脓它会阻塞柑橘的维管树 也就是阻塞了它营养运输的通道 也会影响叶片合成的有机物的正常运输 对树体的影响非常大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看 溃疡病的发生规律吧 溃疡病菌在柑橘并部组织内跃动 第二年温度适宜 湿度高的时候 细菌就会从病斑当中溢出 借蜂、雨、昆虫和枝叶的相互接触 做短距离的传播 长距离的传播呢 往往是通过带菌的苗木、结碎和果实 病菌落到季主的幼嫩组织上 由气孔、水孔、皮孔以及伤口侵入 前预期三到十天 溃疡病从四月上旬至十月下旬 均可发生 五月中旬为春烧的发病高峰 六、七、八三个月份为夏烧的发病高峰 九十月份为秋烧的发病高峰 六到七月上旬是果实的发病高峰 刚抽发的嫩烧叶和刚形成的柚果 它的气孔还没有形成 病菌不能侵入 嫩烧叶在萌发后二十到五十五天 柚果在落花后三十五到八十天 气孔形成多并且处于开放的阶段 这段时间病菌容易侵入而大量发病 柑橘溃疡病发生的温度范围为二十到三十五摄氏度 最适的温度是二十五到三十摄氏度 高温高湿天气是病害流行的必要条件 暴风雨和台风都容易给寄住造成大量的伤口 更有利于病菌的传播和侵入 柑橘溃疡病的防控难度较大 主要体现在 首先第一 柑橘溃疡病病菌喜欢侵染又嫩的组织 斩叶作果期的组织比较又嫩 容易被病原菌侵染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过多使用化学药剂呢 又容易产生药害 用药少了又达不到杀菌的效果 到症状凸显的时候 往往病害发生已经非常严重了 第二 柑橘种植区大多是处于温度较高 湿度较大的低纬度地区 这个温度和湿度也是利于病原菌繁殖的 而且细菌的存活能力很强 可以潜藏在植株的多个部位 阴雨天会随雨水喷溅到各个部位 等到条件适宜的时候 开始沁染植株爆发溃疡病 三 溃疡病菌一旦侵染疏体 会让柑橘树终生殆菌 只要条件适宜 同时不加防控 必然会导致病害的发生 第四 柑橘浅叶额幼虫危害的伤口 也会诱发溃疡病的发生 因此防虫也是关键 其实溃疡病虽然让果农咬牙切齿 但是只要防治得当 还是可以有效预防及控制的 首先应该加强植物检疫工作 由于柑橘溃疡病属于国内外的植物检疫对象 因此必须严格做好相关的检疫工作 柑橘苗木 结穗、榛木、种子和果实的调运 都必须要按规定严格实施建议 防止溃疡病的传播蔓延 保护区发现病树病苗就应该立即烧毁 其次是农业防治 应该要培育无病苗木 苗谱应该选择在周围1000米范围内 都没有柑橘类植物的无病地区进行建立 并建立无病优质母本源 就地供应无病结穗 冬季清源 减除发病枝条以及果实 并集中烧毁 加强修减 有研究表明 溃疡病菌对抗阳光中的紫外线能力不强 因此及时修减 增加果树通风透光 有助于溃疡病管理 减少果实和叶片损伤 减少伤口 具体措施可以有 采用营造防风林 以减小果原的风速 减少叶片和枝条相互摩擦造成的伤口 尤其是在有台风的地区 能够显著减少病害的发生 还需要及时防治潜液额等幼虫 减少虫伤 最后化学防治 由于病菌在围管树内危害 因此需要选择具有内吸传导性的药剂进行防治 枝烧斩液到老熟前 用果泄花后20天 直到有抗病例前都必须喷药保护 而且喷药间隔不宜超过12天 要注意的是 有的人把化学防治的预期效果想象的太高 然而其实不管怎么用药 已经产生病斑的叶片是不可能修复成原来的样子的 我们前面也说过 病斑结痂不再扩大 新烧不再感病 这就已经是好的结果了 嫩烧上的病斑喷药后 病斑结痂 随着叶片的生长 病斑也有慢慢修复缩小的可能 同学们 柑橘溃疡病的相关知识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下次再见吧